我是南方一个大学地乡屋医院 沈丁外科的护士戴嘉宁 说起来也是特别的缘分吧 我是97年出生的 我们的香港也是97年回归的 然后这次远港之旅呢 也是一次特别奇妙的经历 刚开始接到支援香港的任务的时候呢 我心里是非常激动的 并且在第一时间上部长报名了 由于可能因为我们科低风月雨的人比较少 我是比较低风月雨的 然后工作经历也是时间比也是相对长一点 我已经工作了有四年了 经过重农三选了 然后很幸运进入了继续香港的医疗队的队伍当中 然后当时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 我们两个组期是这个年纪最小的 再来一趟 通过期间我们会经常照顾这些老人 我们会给他们清理保身体 然后给他们剪剪指甲 让他们在红区里面转圈 然后给他们跟他们交流谈亲 然后安慰他们一些交易的情绪等等 很多人会以为我们久以后像长在公司里的花朵 因为我们的时候环境确实是很优越 就是能够今年再加了很多二十五年的时候 来到香港医院 有一个患者就说比较印象深刻 在大夫法院上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爷爷他是刚来的 然后他跟我说他有半年没有进入国家 然后有一个心愿就是你真是想要求他 他说等疫情结束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 我就跟队友一起来说 没有这个心愿 我们俩就一起帮他往前的这个心愿 我们就匹匹取材 找了一些帮他一起领发的东西 然后我领完头发之后 爷爷感觉非常开心 我马上就给他们一天打开来电话说 他完成了这个心愿 他就回到家以后一定要给他拍拍看 我觉得我跟香港有两种缘分 第一种缘分是在1997年的时候 我刚出生三个月香港只有回归 然后第二种缘分的是 在香港25周年的时候 我来到了香港经验抗疫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情愿的缘分 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 我特别希望香港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繁荣 然后作为一个香港宝宝一起 上路过的年轻人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能够去香港交流 然后跟香港宝宝再次下去 香港回归马上25周年 祝香港特区25周岁生日快乐 祝愿香港过来 百分之一生